就是這個就是剛才講到做的掉下去的時候沒有 他碰到舞台的時候呢繼續往下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要做個所謂的衝突判斷 衝突判斷 好那首先第一個我們先針對蘋果的部分 做個調整 蘋果這邊 好這邊其實只有兩個東西而已嘛對不對 只有這個transform跟這個controller而已對不對 我們要新增 好一樣新增這個組成 按一下 然後呢一樣fix this 那因為這個是球 蘋果是像球的形狀 所以他長的是CPR 這個 ok 好點他 好然後點完的話呢 第一個他的center的部分中心點 原本是000對不對 今天把他改成的是0.25 0.25 你看到球這邊有沒有 他是有做調整的 好 那半徑你可以看出來還蠻大的 這個超過他的那個 我們用成一半 0.25 ok 好像就比較接近你真正的 ok 好 那做完這個蘋果之後呢 這個bump 這個炸彈也是一樣的做法 也是一樣都是一樣的做法 一樣fix 然後 CPR 那一樣是00.25 ok 0.25 0.25 然後半徑也一樣是0.25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這個 蘋果跟炸彈的部分了 ok 好 那當然這個包含這個誰啊 這個 籃子 這個basic 也要去做這個動作 那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原本就做控制而已 對不對 我們還沒有去做那個 衝突判斷 所以一樣 他要做的是一樣是做physics ok 那 第一個呢 他要必須要做的是這個 ready body的部分這邊 好 那這個量有個量要小心一點 就是 就是 這邊 他的這個basic這邊的話 有個地方你要去做調整 好 這邊原本是用的是那個 use gravity 對不對 好 你下面這邊有沒有 is kinematic kinematic 的話指的是 就是他用你會有動能的部分 好 所以這邊你要打勾 小心 到這邊要打勾 這邊要打勾 ok 好 然後再來繼續 還沒有結束 一樣 我們要把這個 因為衝突判斷嘛 所以我們要有框框 把它框住 好 那因為 這個是方形的 這個籃子是方形的 所以一樣用box 好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 sender的話是 原本是000 改成0.5 好 然後他的size的話是0.5 然後0.1 0.5 然後0.1 0.5 ok 好 然後這個地方有個這個 is trigger這邊有沒有 這要打勾 叫做打勾動作喔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他才不會怎樣 他就會穿透這個木頭 然後不會反彈 如果你這個沒有打勾的話 他會彈起來 他會彈起來 這個要注意一下 ok 好 那再來 這邊的話 我們要做衝突判斷設定 對不對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在這個basic這邊呢 還要去做修改 一樣 回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好 這邊呢 你看到投影片這邊 有一個地方要加上去的 那個是 你請用投影片看一下 他的那個檔案的部分 一樣把它做修改 ok 好 那修改的部分 最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先給同學看一下 就是這個 多出來這個部分 多了這四行 這個地方有沒有 Vore on trigger set 這個地方 我們做到這個 局部修改 其他部分是沒有改掉的 好那也是一樣 我們再執行一遍 看問題 好ok 都是正常的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接得住 這個接得住 我們看一下喔 好 有 的確是有了對不對 ok 只有接住這個 好這個你看一下